遇到这样的防疫工作人员 请立即拉黑 近期一些不法人员 利用人们对疫情的关注进行诈骗 千万要小心 诈骗分子伪装成疫情防控中心 火卫建委工作人员 谎称进行线上排查 要求受害人提供联系方式 失分证号码及验证码等相应信息 从而盗取受害者银行卡内资金 诈骗分子会充分利用防疫的要求措施 说得头头是道 让群众一下子很难反映到底是不是真的抬查工作 遇到核查的时候 要擦亮眼睛 沉着冷静 不要慌乱 以心应对 请注意甄别 警防诈骗 骗子冒充防疫工作人员 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一定时间内 到某地点进行核酸检验 否则将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如此 可以轻松攻破受害人心理防线 然后骗子会主动提出将电话转接至公安局 要求当事人按提示输入个人身份证 银行卡号码 密码等重要信息 以清查资金洗清闲 以为有诈骗钱财 以涉拐 经济犯罪 罪法提取社保 阻碍疫情防控等理由 要求清查资金的都是诈骗 一旦遇到此类情况 一定要保持警惕 切勿轻信 诈骗分子冒充防疫中心工作人员 以受害者是密切接触者为友 向受害者发送冒充自查程序的钓鱼链接 要求受害者填写个人信息和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 从而盗取受害者个人财产 诈骗分子通过耗商批量购买账号 伪装成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或回访员 以社区工作人员的名义添加好友 再将受害人拉群 群内发布刷单 赌博等违法违规信息 最终被做热物拿反例的诱惑 落入刷单诈骗 大家要提高警惕 误心存侥幸 此外 骗子多通过手机号码添加好友 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聊天群里出现快速出核酸检测结果 加急最快半个小时 家里也能做核酸检测的信息 只要额外付费便能办到 都是骗钱的套路 不要轻信网络不识信息和所谓私人渠道 这不仅可能影响自身正常出行 更有可能握入不法分子非法敛财的骗局 诈骗分子冒充公司人士 财务部门或通过邮箱向公司员工群发邮件 呈现根据国家政策发放工资补贴 须及时扫码登记领取 将被害人引流至钓鱼网站 被害人在钓鱼网站中填入银行卡号 银行卡密码 验证码等资料后 对被害人的银行卡实施盗刷 对于主动联系您的一定要心存戒备 并拨打官方电话进行核实